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个微软React 微软React是那个为了帮助开发者和技术爱好者 学习更多技术而那个存在的一个线下和线上的空间 那今天我们继续延续我们微软学生开发者峰会的话题 很荣幸的请来了我们的江波同学一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参加微软学生开发者大会以后的一些收获和经验 好,那江波要不你来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来开始你的分享 我是江波然后很荣幸能有这一次机会可以和大家聊聊 我关于使用那个OpenAI方面的一些使用心得 我自己也是学生大二然后平时用一些时间去玩这些代码 然后OpenAI相信就是大家已经或多或少听说过或者使用过 我这里就不再多做介绍了 这里我要分享的就是如何用Python来调用OpenAI的API 那在调用OpenAI的过程中有一个概念是非常重要那就是Token Token是OpenAI处理那个处理文字文本的一个方式 那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 因为模型一次性可以处理的那个文字的长度是有限制的 但是它计算长度的方式并不是计算字符的数量而是计算Token的数量 还有就是OpenAI是根据生成Token的数量来进行 Token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Token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文字的编码方式 但是Token和单字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一个单字可能被分成为多个Token 而一个Token也有可能是由多个单字组成的 就比如说图中有两行文字 Print Hello World 还有下面一行你好 这个软件是OpenAI官方在官网上面提供的一个文字转成Token的一个 分磁器 可以在那个Document里面 可以切换过来 它是它可以根据那个 颜色来区分字符到底是被怎样转换成Token 像可以看到Print是一个颜色 那括号还有一个引号被归类为一个颜色 接下来Hello一个颜色 空格加上Word的一个颜色 那就说明它Print这个字这个单词是一个Token 而括号加上一个引号 这两个字符被组成为一个Token 而空格和Hello World和Word组成为一个Token 那下面你好这两个字可以看到下面对应成四个颜色 并且它变成四个乱码 那这是因为你好这两个字 它是由那个Unicode进行编码的 但是它把但是这个分磁器把一个Unicode分成了两个Token 所以在一个一个显示颜色的时候 标记颜色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乱码的情况 那也并不是说非英文的字符都会被拆成多个 也有可能也会有存在就是非英文字符 但是它还可以保持原样的出现 那举个例子 像这个日文空尼奇华 它下面就只有一个一个字被拆成了两个Token 剩下三个字都还是保持原样 那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总不可能再往上去调用这个在线的这个分磁器 所以OpenAI为我们就是提供了一个专门的第三方库 来进行分磁 那它叫做TikToken 可以在GitHub上面找到 它是Python的一个第三方 Python的一个库 我们可以根据 我们可以使用PyP先来对它进行安装 直接把它导入进来 那要注意的是 OpenAI不同的模型 它使用的编码方式就是转换成Token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那具体就是如下面这张图 那这个表格也可以在那个官网上面找得到 那我们可以通过GetEcoding的方式 从编码的名字来获取编码的对象 那其实编码的名字非常不好记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Encoding forModel的方式 直接从模型的名字来获取 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 模型对应的编码对象了 那这里我把 你好 给它编码 可以看到它出来的就是四个Token 那Token的长度就是 4就是这个列表的长度 所以在使用模型的时候 模型消耗的并不是两个长度 而是四个长度 因为它出来的Token有四个 那我们可以用Encode的方式给它编码 我们也可以用Decode的方式给它 从Token解码成原来的样子 那第一行就是我们直接把这四个Token 转换成原来的样子就是你好 那第二行代码就是我们把Token一个一个 给它进行还原 那你就会发现 对和官网上面一样四个乱码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 给它编译成 给它还原成Byte的方式 通过Decode的SingleTokenByte 方式给它一个个进行还原 那可以看到它出来的就是Byte的列表 那我们把前两个Byte加起来 给它还原回来 就是第一个字 你嘛 把后两个字拼接还原就是好 那我们刚刚说过不同模型 它的编码方式不一样 我们来换一个编码方式 这个是GPT3.5 也就是ChatGPT使用的模型的型号 来看看它是怎么编码的 同样是你好 它就完完全全是编码成两个Token 那这两个Token也是可以单独转换成 各自的那个 汉字回来 所以在使用不同模型的时候 就需要 使用不同的编码对象 这个是不能混用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 OpenAI提供的模型种类 OpenAI的模型从功能上面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补权、对话和嵌入 那补权模型就是字面仪式上 它可以根据输入的文本 然后继续续写下去 那它用的 它可以的功能就 很字面仪式上续写文章 或者是补权程序代码之类的 但其实你也是可以通过 固定一些格式的方式 来完成对话的功能 但是可能这样子 这种方式会比较繁琐一些 而且因为你可能需要 给跟模型去规划一些格式 那接下来就是对话模型 这个我们很熟悉 用过在GPT的同学 应该都非常的熟悉 那其实对话模型 只是在补权模型的基础上 对于聊天的这种场景 进行优化或者是说特化的模型 而它与补权最大的不同是 补权模型它输入的是一整个 文章或者是文字 那对话模型 你丢进去给模型的是一个 对话记录 那具体是什么样子 我们在下面会介绍 那最后一个嵌入模型 那嵌入模型就是 没有接触过NLP的同学 就会完全的不熟悉 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那它实际上其实就是把文本 转换成向量的操作 那这个它转换过来的向量 其实可以 表示文本的 语意的信息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两个句子的语意 足够越相近 那么它们对应的向量的距离 也就越相近 那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 就可以计算句子之间的 距离或者是大小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 搜索或者是推荐算法 因为你可以根据 用户输入的 内容 然后计算它与数据 数据库里的那些 向量的距离来进行 找到那个最相近的一些 内容去进行推送 那除此之外 还有句类分析 或者是你可以 你甚至可以用随机森林 或者是机器学习的方式 通过那个向量的特征 进行文本分类 那其实说到文本分类 还有一种比较 奢侈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要分类的文本 直接丢到对话或者是补圈模型 里面去让GPT给你分类完成 那虽然非常好前就是了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API参数 因为我们要调用 OpenAI的API 那肯定是要知道它有什么参数 那具体的参数我们可以在 OpenAI的官网上面 官方文档上面可以找得到 那虽然写的它可能有些比较 複杂 难以理解 那我们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在 配光里面 来进行测试 我这里用的是 Azure OpenAI的那个配光 像这边就有很多的参数可以调试 几乎是所有的参数都可以在这边进行调试 那接下来我们来依次介绍一下 这些参数具体是什么意思 那Model字面意思 就是指定使用模型的那个型号 那我这里用的是Azure的API 那对于Azure的API来说 它指的是你部署模型时 你给它取的名字 比如这里我是部署了三个模型 一个是补权模型 一个是对话模型 一个是嵌入模型 那我取的名字其实都是型号的名字 但是你实际上 Model需要的名字是你的部署名字 而不是Model的名字 其实一定是部署式的名字 那Prompt就是你给模型输入的文本 Temperature 那它指的就是生成文本的随机程度 那它的值可以是在0或者是2之间 那它的值越大 生成的文本就越随机 值越小生成的文本就越稳定 那TopP和上面的Temperature是类似的 也是控制生成文本的随机程度 但这个参数它实际上控制的是 模型在生成词词汇的时候 它后选词的范围 那和Temperature一样 TopP的值越大 就是后选词的范围也就越大 也就是说文本也是越随机 那越小它也是通常来说越稳定 那这两个值一般来说 你同时只需要设置一个就好了 我是习惯设置Temperature 那这里要注意的是 随机程度和准确率 不是一个东西 随机程度更 更像是 出乎意料的程度 或者是 它是否在你预料之内的程度 那接下来 Max Token 那就是 模型生成文本的最大长度 那这里的Token就是 上面所介绍的Token 而不是字符串的长度了 那 就是 生成文本停止的条件 那当生成的文本中 要出现这个字符串的时候 它生成的过程就会直接停下来 那最后生成的文本中 也不会包含这个字符串 那这个描述可能听起来非常的 抽象 那下面下面会介绍啊 那这个这个参数 在某些场景下就会非常有用 就比如说刚刚所介绍的 在补权 补权模型下 进行那个聊天的功能 因为其实 补权模型它很可能会把 我们的角色也 我们角色也 一起补权了 所以我们需要 stop这个参数来 让它停下来 就把他角色所要说的话 五圈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两个参数 Princess Penalty 还有Frequency Penalty 它就是控制生成文本的多样性 那它实际上就是 Princess Penalty是存在惩罚 Frequency Penalty是频率惩罚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单字 已经生成过了 那么我就给这个单字 进行一个 惩罚 意思就是说 让它以后出现的 几率变小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模型会 一直重复某些画 那加上这两个参数 就可以让它重复这些画的 几率会变小一些 那这两个参数的区别是 Princess Penalty 它是 你只要出现过 那它就只惩罚一次 Frequency Penalty是 你出现的越多 它惩罚的也就越多 那具体来说 那具体来说 官方文档上面也有 给出详细的公式 我这个可以到时候自己再看 它其实 它所描述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说的 Frequency是 出现越多 惩罚越多 那存在惩罚就是 无论你出现过几次 你只要出现过 那它就只惩罚一次 那接下来就是 要用API的部分 那OpenAI官方有提供 Python和NodeJS的官方库 那我们这里使用的是Python的库 我们可以使用PIP来给它进行安装 我这里已经先安装好了 安装好之后 我们需要先导入 导入OpenAI 接下来就是设置 一些你的Key啊 一些参数之类的 那我这里使用的是 Asia的API Asia的OpenAI 那Asia的OpenAI和 OpenAI官方的主要区别在于 Asia的 Asia的链接它是可以在国内直接访问 但是OpenAI好像 通所周知不太行 不过Asia的API 在目前是还在内测的状态中 只有那个企业邮箱可以申请到 那我是用学校的邮箱申请到的 很幸运的 有看到很多同学说 申请了结果没有通过 可能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可以 那我这里已经设置好了 Key 还有一些 参数 API的Type就是Asia 那这个API版本 现在目前是 这样子 那未来可能会改 那这里下面我的模型就是设置成 CAP GPT的那个 模型 GPT 3.5 那Asia的那些密钥还有BASE就是在 这里面可以找得到 具体的方式我之前也有发过那个 CSDN的文章到时候可以 转发一下链接 那首先就是补圈模型 补圈模型用的是Completion的类 那我们可以用CREATE这个方法来进行创建 那这边 指定Model的参数是 Engine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规定 但是 对可以看到这边是OpenAI原码的部分 它说如果Type是Asia的话 那么检查的参数是部署ID还有Engine 那如果不是Asia的话 那检查的参数名是Model还有Engine 这样子做是比较 合理一些 但是 OpenAI它这个第三方库既没有文档 也没有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会给一些人造成困扰 可能以后还会再改一改之类的 这有点扯远了回来 那我们用Engine指定了Model Odo 那就是刚刚我们这边定义的 GPT的Odo 那Prompt 这边就是 我设置这个1 2 3 4 我预计是让它续写下去 Max Token 我让它最大生成的 Token数量是50个 Temperature 设置0就是让它尽量不要变 我们来执行看看 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它返回的内容 是一个字典对象 或者是说 Json对象 那像 它最后生成的内容 就是在这个 Text的里面 可以看到它一直续写到了21 那下面 Usage这里面 它就是帮我们统计了 我们到底使用 Token的使用量是多少 可以看到就是 Completion Token 完成的Token数量有50个 就是我们设置的长度 Prompt Token 就是我们给它丢进去的 Token的长度 有12个 那加起来就是62个 那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我们这里设置的 Max Token限制住了 不然的话它可能会继续往下写下去 那可以看到这边的 Finish Reason 这边写的是 Length 长度 那就说明它是因为 长度不允许让它继续生成下去 它才停下来的 那不然的话 如果它是自动停下来的话 那这边应该是Stop 那我们这里去掉Max Token参数 加上Stop参数 那这边我加的是11 另外说一句 Stop它是 你可以输入一个字符串 或者是一个字符串的列表 这个列表的长度最多是4 那这里我设置的是一个11 我们来生成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到10就停下来了 它并没有继续生成到11 那这边的停止原因也是因为Length 因为我们强制让它Stop下来 那回到上面 如果我们把这个Temperature 直接设置到2 它最高就是2嘛 那它会生成什么 它会生成成什么样 这是什么 看不懂 好乱的样子 它其实生成到设置成0.8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挺乱的了 诶 这里还算比较正常 对 好到这里就已经开始看不懂了 Temperature在 这个值蛮重要的 特别是 你在进行一些 比较 你希望照你既定目标进行的工作的时候 一般来说 你需要不停的去调整Temperature 这个值 或者是TopP 那接下来就是对话模型 对话模型用的是 ChatCompletion这个类 这个对象 那同样是用Create的方式进行 步骄 那Engine和刚刚的一样也是 ChapGPT的模型 那话说回来 其实 ChapGPT的模型 它虽然是对话模型 但是它也是可以用 全模型的功能 但是 最新出来的GPT4 它就不能用 补权 它就只 它就只可以用对话 那剩下的参数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这边 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个 书的是一个聊天列表 这一个一个的 字典都是 都是发出去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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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演示一下 我们先来演示一下 那可以看到 我们收到的那个 内容 它也是一个 对话的一个字典 那这边 那这边 finish reason 就是stop 就是 就是它自动停下来的 那剩下的 参数就和上面之前接手的一样 那这个字典里面 肉指代的就是说话的角色 那 那 content就是说话的内容 那这边可以看到角色有 三种不同的 把首 有一个移动的 很可能是 如果有一个 至于系统给光型设置的人设之类的 你可以在System里面说它是什么 helpful啊或者是什么阴阳怪奇啊 或者是你想在里面给它设置成什么猫娘 什么也可以 具体我也不懂 那补全模型我们就可以用well来一直不停的获取用户输入 然后把输入的内容加进到聊天记录里面 然后这样子一直循环下去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一直聊天的一个状态 就比如说 1加1.2 对就是这样子 这很容易实现一个聊天的环境 那我们最后把这个聊天记录打印出来 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 它把我们的那些聊天记录全都存在这里面 那上面这么多演示 大家会发现这好像和我用过的GPT不太一样 GPT它回复的内容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 你这个都是一次性把所有化全都输出出来 这不一样 那其实 ChessGPT它所用的就是流逝生成这种方法 那所谓流逝生成就是 就和你看Bilibili YouTube这种流媒体也好 它实际上就是 服务器准备好什么内容就直接发给你 你看视频也不会那种 整个视频下载下来 然后再一次性播完 你都是看一点夹杂一点 不然的话要等太久了 那这边也是一样 那如何使用这个流逝生成呢 就是在这边加个Stream等于True这个参数 那它就可以一直流逝生成下来 那这里是用那个对话模型做演示 那补权模型也是一样 一模一样就是Stream加上True而已 那Stream加上True之后 我们就需要用for循环或者是well循环 不停地去给它获取 它下面要说的是什么内容 因为它返环的是一个 那叫什么 忘记了 反正就是用for循环一直去 获取下一个内容的 一个特殊的对象 具体是什么 忘记了 那像这里 我举个例子 用python写一个 和nata和nata 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字一个字 打印出来的 还蛮快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具体回复出来的 回复的格式是怎样 我这里只是 第一个内容是 打印完整的 那剩下的内容都是打印 就是它 True之里面的内容 那我们可以 完整地看一下 那它这一个就是它完整的一个回应 可以看到 内容都是放在 Delta里面 那像第一个出来就是 ro 助手 接下来剩下的Delta里面都是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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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最后 它不生成了 Delta里面就是 空字点 它里面什么都没有 然后finish reason 就变成stop 上面其他都是 now 这里就会变成stop 那可以注意到 它并没有给我们计算 token的数量 这意味着 其实就算它结束生成之后 它也不会给我们计算 那就意味着 我们需要自己去计算 那计算的方式就是用 上面所介绍的 tiktoken这个 库 那OpenAI这个 调用的库 它还支持 它还支持 异步调用 那为了避免 有同学完全不知道 异步是 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来 举个例子 这里我定义了一个 函数 wait for response 让它随机停止 一到两秒 然后 循环五次 我们来看一下 它需要多少时间 可以看到它是把上一个 response获取之后 再执行下一个wait 那所以它总共的执行时间 就是 所有的执行时间 加起来 这个非常的直观 那 像我们在等待的 response 它有可能是从 数据库 或者是 网络爬虫 下来的 那这些东西 它其实 并不占用我们的计算资源 它只是在 它占用的是 硬盘 或者是 网络资源 那这个时候 程序是卡在那边 动不了的 必须要等到结果 拿到之后 才可以执行下一步 但其实 这个等待的过程中 我们是可以做下一步的 就比如说你煮泡面的时候 你不可能等水煮好 再去把泡面给拆开 你肯定是 边煮水 然后 边拆泡面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一步 像我们同样也是 定一个wait for response 也是同样的随机 一到两秒 然后同样也是 循环五次 那可以看到这边 我们运气很不好 每一个 每一个都是随机到两秒 但是我们的最后的总共 使用运行时间 就是两秒 它其实就是取决于 我们时间最久的那一个 而已 像一步这种操作在 特别是网络上面 网络应用上面 经常会用得到 它其实它是和 它在Pathlet里面和多线程 有点类似 但是不完全一样 但是一步的语法比多线程 要简单很多 但我们这里 毕竟讨论的是openware 而不是一步的使用 所以语法的部分就先 不多做介绍了 毕竟其实介绍起来也很麻烦 那其实 一步的调用和同步的调用 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 除了Python的一步语法以外 你只需要把create 改成前面加个a就好 那它每次调用那个ebo的create的时候 它都会自己创建一个新的 aiohttp的那个绘画 然后这样子在我们进行大量的 那个ebo调用的时候就会很慢 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 手中去给它传入一个 但是在我们 如果我们是手中传入的话 我们一定要记得给它 最后给它关起来 可以看到我们很快就是 获取到了十个结果 但如果你要 获取大量的那个调用的话 我是不太建议用一步来执行 因为你非常容易就会碰到那个 撞到token的那个生成的 那个频率限制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还不如同步一步一步来得快 那完成和对话介绍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是嵌入 那嵌入的模型 它因为需要的 第三方其他的库比较多 那这里我们需要把安装好 完整的那个openAI 它其实也就是里面多了一些 像NumpPi或者是Pandas这些数学库而已 你如果有利息的话也可以自己装 那同样的操作 导入openAI 然后设置好我们的 API的那个信息 那这里我就是指定的是 嵌入模型 而不是JPGPT的模型 那我们之前说过 它是把字符串 转换成 向量 那可以看到它返回的就是 一长串的列表 非常长 我记得它一共有1536个 Float 它的维度是1536 那可以看到它最后 也有个usage PromptToken3 TotalToken3 那我们获取好 向量之后 那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 计算向量与向量之间的 相似情况 毕竟这个才是 嵌入模型最大的意义所在 那计算相似度 我们通常是用 余线相似度来进行计算 那余线相似度 其实就是在比较的是 两个向量之间的 夹角 或者是说指向的方向 那最后计算出来的曲折范围 是在-1和1之间 那向量越相近 它们所指的方向越相近 那最后出来的指就越见近1 那公式就像 公式就是下面这个 相信大家的高中数学 应该还记得 这个很容易就可以由 内积的公式直接推过来 那因为嵌入模型 它返回的是单位向量 就是说向量的长度等于1 那也就是说 它这个分母就是等于1 所以最后 我们计算出来的相似度 就直接就是两个向量的内积 而已 那在当派中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来定义出 这个相似度的函数 那我们这里来举个例子 那我们这里创建 三个字符传 苹果 Apple 还有鞋子 不要问我为什么是鞋子 反正就是鞋子 那可以看到说 苹果和Apple的相似度 0.88应该是最高的 毕竟都是同一个东西嘛 只是语言不同 那苹果和鞋子 0.82 毕竟都是中文嘛 说得过去 那Apple和鞋子 那语言不同 那所指的东西也不同 所以它们的 之间的相似度也是非常的低 那再一看好像 嵌入模型好像 也没什么用 但其实 我们可以通过利用嵌入模型来 来帮我们制作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也不算是简单 如果你做到 做得好的话 它也可以做得非常的复杂 那 为什么说是一个内部文档主手 那我们都知道 ChapGBT是根据 21年之前的数据进行训练的 所以它只能回答 它它读过的内容来生成文字 那像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一些 公司企业内的内部文档 ChapGBT就无法回答 那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问一下 最近比较火的 AutoGBT是什么 看起来好像是对的 但是 好像和我们所知的AutoGBT有点不太一样 AutoGBT可以直接制作成一个完整的项目 而不只是 所谓的自动写作对话生成 我们在要这些这么简单的领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比如像 他就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那因为 可能有些同学也不知道 Codom就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的 Python的编译期 它的那个 这个项目的开始时间 我记得是在22年初还是21年 非常年底的时候 反正是在那个 反正它不在 ChapGBT的资料库当中 所以我们完全 ChapGBT就完全无法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例子来 去做一个内部的文档 住手 那 我这里是提前已经把 它这边的文档 已经下载下来 然后使用一些脚本 去给它 把文档去分割成 一个个的小块 区块 然后也把它 也把这些 各个的分块 全都转换成了 向量 把它存到了 CSV里面 虽然在 比较正常的项目之中 我们是不太会把 向量还有文档 存在CSV里面 一般都是存在那种数据库 那最近 几个月还是几年之内 有非常多的向量数据库 诞生出来 那些向量数据库 就是专门储存向量 然后 有这些数据库 有的也有 自带的一些计算 相似度的 具 这里只是 为了演示方便 所以用CSV来进行 存储 那实际过程中 绝对不会用CSV了 那和之前一样 我们先导入该导入的库 然后把该设定的API设定都给设定好 接下来创建Prompt模板 Prompt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Prompt的质量直接决定了 你收到那个回复的质量 那这里我就说你是一个客户 需要回答文档的问题 那只能根据我给的资料提供回答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料就不回答 那这里还有个Summary prompt 那这个的功能就是说 因为有些问题可能是 会与前文相关 就比如说你问GPT说 我要干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那GPT可能给你列了12345条 那你又再问说 详细说说第三条之类的东西 那如果你直接把 详细说说第三条这句话 丢进去去进行搜索 那肯定搜索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需要 再把聊天记录丢给 模型让GPT来根据我们的对话记录来生成一个搜索的一个查权语句 那这个的prompt的功能就是这个 那注意就是上面这个prompt这个资料它其实是会随着新的问题的改变而改变 这是为了保证那个不要占用保管的token 接下来就是定义辅助函数 这个很明显就是 这个很明显就是 顾教openAI的部分 那 这个也是 把文字转换成向量 顾教openAI的部分 然后 预先相似度 读入我们的所需要的数据 好 这边一个history就是出生我们的历史记录 那这边我们来解释一下 像第三行这边 如果历史记录是零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把用户的数据作为查询的语句 那如果有历史记录不为零的话 我们就把历史记录去丢给gbt去给它 让它去生成查询语句 那我们获得查询语句之后 要把查询语句转换成向量 转换成向量之后 我们用numpy的功能给它找到最相关的那个最相近的那个 文档的index 获取最相关的index 那如果计算出来的相似度最高不大于0.8 那我们就跟它说是不相关 因为如果最高0.4的话 那肯定是找不出什么 就算是最相关的那一个区块 那也肯定是没有什么相关的内容 然后我们把这个 用户刚刚提的问题 加到我们的历史记录里面去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是把刚刚获取到的最相关的内容 塞到了前面这个prompt里面 然后和刚刚的历史记录 拼接到一起 那这里我为了是保持就是一问一答的那个方式 我这里 拟造了一个模型的回答 这个拟造模型回答的手段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更清楚的告诉模型说 你想要的模型要怎么回答你 那这里为什么用的是user而不是system 因为gbt3.5这个模型 它并不像gbt4那么看重system 所以我这里就只用user来进行 来告诉他他要怎么做 那接下来就是获得回答 然后答应出来而已 那接下来我们来释放卡卡 我这里没有输入 比如 他这里就可以回答出来了 因为我们把文档给他加进去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获得到的那个文档的部分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再来一个意思 比如 他与season 有什么区别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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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我的API挂了吗 没事 反正大致上来说 它的流程就是这样子 把文字把我们现在出文档分割之后 把它转换成向量 然后跟新的问题进行匹配 然后找出最相关的那个文档的部分 把它加到我们对话的前后文 然后让他去让gbt去进行回答 那具体为什么要切割文档 那之前前面也说了 gbt能处理的字数量是有限制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文档切割好 但那些其他复杂的应用也基本都是这种流程 像并那种联网的gbt也只是从网络获取资料 那这其中的难点主要是在于如何处理文字资料 然后进行分块 因为你获取到的资料可能不是单纯的txt或者是markdown这种 这种简单的文字 而是像什么html或者是pdf这种 那还有就是在如何在保证信息完整的情况下 要尽可能让数字的数字数减少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那接下来就是 还有就是如何优化你的prompt 那prompt也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火 它其实本质上就是表达的技巧 但是很多人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就更别说把想要的东西描述清楚了 反倒是像储存资料还有匹配资料这些东西 在有嵌入模型的加持下可能还是最简单的 像我今天下午在看AutoGPT的原码 它其实就是在利用prompt还有资料的拼接来完成许多事情 它主要的最进华的部分就是它那个非常长的prompt 它非常详细的定义说 给模型说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应该要怎么回复 然后你回复之后 回复之后需要做什么事情 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那我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 那谢谢大家 然后那江波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这边那个有收到几个观众这边的提问 一个是大家可能现在都非常的关心 怎么去申请OpenAI 或者说更精确一点讲应该是Aer的OpenAI的账号 这一块的话你这边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 我之前是有在CSDN上面有写过教程 去说如何去进行申请 那它是用我是用那个学生邮箱去进行申请的 但是我之前有收到回复说什么 申请之后还要提供一些 其他什么类似于搜据之类的资料 这方面我可能后续还要再关注一些 所以我可能后续才能做出一些回答 这个是需要那个 是你已经申请拿到以后让你提供 还是说可能还没有拿到之前让你提供的呢 是在拿到之前提供的 但是我当时申请的时候并没有要求说让我提供 所以对 又是一些更新是吧 对又是一些更新 OK那我觉得你的那个CSDN的账号是 我相信那个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其实可以到CSDN上面去搜索你的账号 然后关注你这边分享的内容 我可以把就是我这个文章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讲的那个股权还有对话模型的那个部分 像嵌入模型 我差不多应该是在下周进行发布 好嘞感谢 那如果说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相关的内容 以及感兴趣 Air OpenAI相关账号怎么申请 大家可以到 CSDN去搜索 学生档这个标题 或者说搜索 GPUS在校灯 然后这个账号 然后可以一起来那个关注江波同学后面的更新 然后那那个另外一个问题是 大家因为有很多的学生 他们可能是处于入门阶段 那他们是希望了解说 怎么样才能学习OpenAI相关的技术 你这边给到入门的这帮同学会有什么建议吗 或者说他们在哪里可以去找到一些比较完整的资料 来带他们从零到一来学习相关的知识 OpenAI它官方有在那个GitHub上面有发布一个 Codebook诗谱 这里面有非常大量的一些那个事例 大家可以去参考 像我写的文章 大部分的事例也是在那里面去进行参考 还有Asia它也有非常完整的资料 对可以帮我分享一下 那这些都是英文的资料 但是我英文也非常的烂 所以我用的都是浏览器的一些自带的网页翻译 大家真的不要去害怕读英文 因为现在不是考试 你可以用翻译器 遇到英文你就把文字丢到翻译器里面去翻译 英文不是什么大问题 OK好嘞 好非常感谢江莫同学的建议 那也非常感谢你这边精彩的分享 我自己也学到了非常多 因为我也是从零到一开始学习 非常感谢 好嘞 那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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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